对于爱车族来说 判断一旦汽车好坏的标准有很多 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汽车的发动机了 今日欧洲一家保险公司通过上万个样本调查后 总结出了故障率最低的十款汽车发动机 被称为世界十款最好的发动机排行 令人们惊讶的是日系居然占了四席 下面小编辑和大家一起来看看到底是哪十款发动机吧 排在排行榜第一位的就是本田发动机了 作为日本企业界技术和活力的代名词 本田从创立之初就一直以高超的发动机技术 制造屹立于汽车界 根据调查显示 每344辆本田车中仅有一辆可能出现发动机问题 故障率低于0.5% 可见本田位居榜首实在是明治实归 而排在本田后面的就是丰田了 这让许多朋友觉得意外 因为丰田在国内的投诉很多 但是仔细研究过这些投诉后 我们就会发现 有关丰田发动机的投诉少之又少 甚至很多汽车公司都用的是丰田发动机 由此看来丰田发动机的质量也是一流的 位居排行榜第三位的是奔驰发动机 作为公认的世界上最成功的高档汽车品牌之一 奔驰完美的技术水平 过硬的质量标准 以及超强的创新能力赢得了人们的喜爱 自然 奔驰的发动机也没有令人们失望 从报告中我们可以看出 每119辆奔驰车中 有一辆会出现发动机问题 发动机故障率约为0.84% 排在奔驰后面的 依次是沃尔沃 捷豹 雷克萨斯 菲亚特 福特 日产 和路夫 这些品牌的发动机质量 在汽车行业中可以算是上乘了 但是仔细观察后 我们会发现 日系发动机占了多数 可见日本汽车的发动机质量值得信赖 而这也是我们国产车 今后需要努力的一个方向 你们觉得呢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